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卑微地给宇树英老师来让课咯 咱们都知道体育锻炼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那是很有必要 可是呢 在学习成绩在分数面前 它总是面临这样一个尴尬 说起来是重要 做起来呢 次要 忙起来呢 不要 为了加强学校对体育课的重视 国家课程标准就规定 中小学体育课的课时 应当占到总课时的百分之十一 然而这么一个规定落实起来啊 不恨理想啊 不少学校的体育课呢 经常被其他说主客挤占借用 别说百分之十一啊 能有百分之一都已经不错了 要知道 体育锻炼一少 这孩子的身体素质呢 自然就跟着下滑 有专家就说了 咱们国家青少年的体质健康 已经亮了红灯啊 我们就拿势力来说啊 教育部最新的调研结果就显示 小学生的视力不良减触率啊 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啊 初中生呢更高 百分之七十多 高中生是高达百分之八十几 这些数据都高居世界第一 在以成绩为重的背景下 想要扭转体育课的尴尬现状 那还得回到考试的指挥棒上来 所以呢 这一次云南就从中考入手 提高体育在考试当中的分数占比 以此来倒逼学校家长和同学 一定得重视体育锻炼 有人就说 对于这个体育锻炼呢 如果自律发挥不了作用 就需要这样的硬手段 那才能有效果 毕竟嘛 没有身体健康这个一 你再多的文化知识 那还是零 提升中考体育分 让他和宇树英并驾齐驱 要我说 这也是对教育的一种纠偏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面九 人社部国家邮政局联合颁布了职业技能标准 快递员和快键处理员将分别设置五个等级 同时呢 也明确了各个等级 他需要掌握的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和相关的知识 这个消息一出来 立马引发关注 也许呢 在咱很多人看来 哎呀 收发快递啊 不算啥技术活 现在居然还搞起了职业技能标准 还画了几个等级 那是不是有一点点这个小题大作呀 咱们都说啊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快递行业虽然也兴起不久 但发展迅速 去年我们国家快递包裹呀 有六百多亿个如此庞大的数量 要及时运送到人到家 那真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体力活 而是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 比如快递员职业技能标准当中就有提到啊 说初级工主要从事快递末端的配送业务 而高级技师呢 要制定排班计划 要规划 要设计收集路线等等 其中呢 你就得运用到管理学 统计学 运筹学等等专业知识 这就是妥妥的技术活呀 所以呢 从初级工升级到高级技师 那就是由体力为主 向脑力为主的一个递进的过程 老话说呀 人往高处走 水往第一处流啊 快递行业 如果缺乏规范化的这个技能要求 那好像就是个吃这个青春饭的这个粗活 快递员 你干好干坏 一个样 成长的动力呢 那就不足 而推出这么一个职业标准 就能够让咱快递小哥 有向上发展的动力 有社会地位的提升 而这些反过来 又能促进他们爱岗敬业 不断改进服务的质量 另外将职业划分等级 可以将从业人员呢 他精准投放到相应的不同岗位 来对号入座 有人将这个游戏当中的段位什么 青铜白银黄金钻石等 分别代指快递员的五个等级 要我说呀 有了国家技能这个标准 咱这个快递行业呢 也有点像这个电脑游戏啊 不断地打怪升级 最终赢得王者荣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长江白银 最近国际学术期刊 整体环境科学发表论文 长江白银已经功能性灭绝 长江白银也号称是 中国淡水鱼之王 体型非常大 有这个六七米那么长 这个得有好几百斤重 在地球上呢 生活了一亿五千万年 他见证了亿万年的沧海商田 躲过了无数次的生死劫难 现如今呢 在这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 却灭绝了 这实在是令人痛心 有人说我们从未遇见 听闻也是永别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实际上啊 长江不仅捕育了我们这个民族 也滋养了无数的生灵 是一座生态宝库 如今的长江 因为过度开发利用 它的生态环境啊 已经非常的严峻 世界上有一个通用的标准 叫IBI 也就是生物完整性指数 长江已经到了无鱼的程度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等级了 前不久 农业部发布通告 从今年的一月一号起 实施长江十年净鱼计划 有专家认为长江鱼类 所面临的威胁是全方位的 除了烂捕烂捞 还有筑坝呀 航运呢 沿岸开发呀 还有环境污染啊 以及田土挖沙等等 所以呢 保护长江的鱼类 除了禁鱼之外 还需要综合智力 来系统性的保护 光明日报就评论说 长江白寻灭绝 这是长江的悲哀 也是我们的耻辱 人类的命运 与万物息息相关 今天我们如果再不行动 明天将悔之万一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 看天下文章标题 除了对象带什么回家 才不会被爸妈妈 快过年了 怎么给爸妈送礼 成了大伙头疼的一件事 可能你买啥 都会遭到他们的嫌疾 买衣服 有几千块钱买一件衣服 他们嫌贵 你买按摩衣 他们不会用 宁愿跳广商舞 打太极 买空气净化器 他每天开窗通风 要这玩意干嘛 反正你买什么都是错 干脆不买行了吧 他们又要囊了 隔壁老王家姑娘真懂事 过年回家买了好些个东西 如此大型的尴尬静效现场 那还真是父母的心思 你别猜 你猜来猜去 总要受伤害 几次三番折腾下来 大家终于认清了现实 放弃了幻想 决定直接转钱 以表心意 但他们又有一种 嘴上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的矛盾 一边拦着你买礼物的手 一边又暗自羡慕别人家孩子有多贴心 真的收到礼物后 他们一边说 哎呀花这么多钱干啥 另外心里是乐开了花 对此有人就说 其实父母的所谓的嫌弃 你没必要那么当真 他们的心思其实很好 在他们在乎的不是礼物有多贵 东西有多好 而是在乎这礼物是来自于你 代表着你惦记父母的心意 杂志就提到 年轻人在给爸妈送礼 这个问题上如此纠结 折射的呢 其实是我们和父母相处的一个侧面 儿女的成长与远离 让沟通出现了距离 我们与父母对话的状态 也是无话不说 慢慢变成说了也不被理解 哪怕给他们准备一份礼物 也会因为担心不理解 而不愿直接来沟通 所以最好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分享你的成长 像小时候那样沟通彼此的爱和感受 套用那首歌 父母惦记得其实是无话不说呀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一到冬天 很多欧洲古建筑上的雕像啊 就像是生病了 场景是非常有趣 有人调侃说 这就是民副其实的口诺悬河 雷蒙古出现水煮黄河的器官 远远望去是雾气腾腾 就像是饺子煮开了锅呀 有吃货说呀 水煮黄河也不知道鲲之大一锅 装不下的那个鲲 放到这算一算味道怎样 国外出现了一个神笔马梁 三地涂鸦画是特别的逼真 凶猛的恐龙 还有蛇呀 骷髅啊 似乎呢都要破墙而出 画完之后 他还要和这些个猛兽进行有趣的互动 让人们感受到他的幽默和童趣 猛兽与画家就像那诗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修强威 好 继续回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咱江西三青山攀岩案宣判 被告的三名旅友不但要坐牢 还得赔偿六百多万 这个案件发生在2017年的四月 这三名旅友攀爬的是 三青山标志性的警官巨蟒 巨蟒是由风化和重力 崩解的作用 形成的巨型花岗岩石柱 这个风身上啊 有树道横断的裂痕 但经过亿万年的风雨 依然屹立不倒 看成是稀释奇景 这三家伙 为了登顶 在巨蟒的这个岩柱体上啊 打这个岩针啊 打了二十六枚这个岩针 经地质专家论证 他们这个行为呢 已经对巨蟒造成了 不可修复的严重的损毁 案发后 检查机关对他们提起了 刑事诉讼 不过呢 检查机关认为 这三个人破坏了 世间罕有的地质遗迹 仅仅提起刑事诉讼 还不够 不足以弥补他们对 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 于是呢 接着又对他们三 停出了民事公益诉讼 上个星期 法院宣布这三人构成了故意损毁 名胜古迹罪 不但要依法复刑 还要在全国性的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同时要赔偿六百多万人民币 用于公共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 有人说 这个判决啊 很正确 很解气 不过呢 即使罚再多的钱 咱珍贵的警官也都无法完全修复 所以我们就希望啊 通过这起案件 能警醒那些任性的旅游 文明旅游 严禁破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茨文言金句 过去这一年呢 创造了很多年度金句 那最近呢 网上流行起了一股热潮 就把它们呢 给翻译成这个文言文 还挺有新鲜感的啊 你比方说 这首野狼低势高啊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右边画一道彩虹 你就可以直接翻译成 左方会龙舞 右侧苗红深啊 听完是不是有一种 李白在蹦迪的感觉 还有去年的年度汉字南 你翻译成文言文 那就是 潦倒去北域 荆棘义向南讲 这说到年度金句啊 那就不得不提到李佳琪啊 那句魔性的 Oh my God 买他 买他 也有一个文言文版啊 那就是 姐夫 古之古之啊 听上去啊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画面感啊 陶珠公带着西施 开直播在带货 还有啊 去年最受关注的新闻话题 你是什么垃圾 这个灵魂拷问 也被翻译成文言文啊 叫 朽物和名 且问来人啊 去年电影流浪地球的金句叫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也被翻了这个文言文啊 叫 道路先末 生安为首 听完 还真有一种流浪地球 找到了桃花源的安宁 文言文金句 就像是一场古人穿越之后 对年度热门的大盘点 这一年 欢喜有失 悲伤有失 艰难有失 温暖有失 展望着新的一年 我也想用一句文言文来说 且将心火是心茶 失酒乘年华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2020年有一个日子 特别有规律 那就是2020-0-2-0-2-2 就是2月2号 有人说 这是千年一遇的对称日 正着读 你反过来读是一样的 另外呢 2020这个谐音啊 有爱你爱你的意思 于是呢 很多人都想啊 就在这一天 咱登记结婚 但问题是 2月2号正好星期天 民政局案里是不上班的 最近啊 武汉的杨先生 就给民政部门写了一封信 希望在这一天 咱民政局呢 能加个班 满足大家好事成双的愿望 民政局就回应 可以通过微信来预约申请 办理婚姻登记 对此大家是纷纷点赞 这就叫实力宠心人啊 除了武汉 很多地方的民政部门 也纷纷表示 如果这特殊日期 确实有需要 我们将进行加班 此前也遇到过一些特殊的日期 比如情人节 七夕节 民政部门呢 也都用心啊 在那加班加点 婚姻登记服务啊 越来越人性化了 不过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距离这个2020和 这个这个0202呢 不到一个月了啊 很多人想结婚 却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和女朋友 这该怎么办呢 有人就开玩笑说 希望民政局啊 发一个对象 要我说呀 大家别着急啊 只要找到对的人 哪一天 那都是好日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救人压断肋骨 这事呢 发生在沈阳 说两年前 当地一位老人啊 去药店买药 突然就昏倒在地 不省人事 这药店的老板 就是孙向波呢 赶忙就为老人啊 做这个心肺复苏 很快老人醒了过来 但是呢 孙向波在抢救的过程中 可能是压断了老人 十二根肋骨 事后啊 这老人就把他 告上了法庭 索赔上万元 因为这起案件 属于这个好心救人 却被告 那情况是有点这个敏感 处理不好啊 可能会让人们呢 都不敢做好人了 再加上 这个救人的过程 它专业性是比较高 需要联系多方医学专家 来分析界定 所以呢 法院非常的谨慎 省理了两年之久啊 这个判决啊 终于是来了 法院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 医学专家经过反复鉴定 最终确认 孙向波的急救操作 没有违反证疗规范 对于心跳呼吸骤停的人来说 心肺复苏 那就是最常见 最有效的急救方法 但是它需要一定的力度 频率 深度 这就有可能 导致肋骨啊 或者是胸骨啊 发生一些骨折 而老人呢 他普遍这个骨质疏松啊 出现骨折的风险呢 是更大 按照法律上的两害相权 取其轻 相比你肋骨的骨折救命 那才是第一位的呀 所以呢 孙向波应当免责 有律师说 这个判决不但还了孙向波公平 对于这个鼓励公众 建议勇为的 也具有一些导向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啊 就在这起救人事件发生后没多久 民法总则呢 是正式的实行 其中有规定啊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条法律也被称作是好人法 可以说啊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 让我们看到了好人法的力量 所以我们希望啊 在这条法律的保护下 能有更多的好人 敢大胆的做好事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